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6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財經熱點》 我是王曉祥 今天的主要內容是 本前多間公司集中公佈業績 哪些公司的業績好於預期? 瑞銀公佈了收購瑞信後的首份財報 售購瑞銀帶來了哪些出乎意料的收益? 看影片上癮停不了? 介紹一個影片平台新銳幫你解決難題 兩大中資伏式App被國會釘上 你有沒有使用它們? 今天真是繁忙的一天 本前本後都有多間公司集中發布財報 儘管不少企業的業績好於預期 但是三大股子期貨本前 仍然小幅走低0.5%左右 美債收益率下降 十年期美債收益率 從星期一的3.514%下降至3.449% 今早早三大股子低開 標本500指數盤初跌0.26% 道指盤初跌0.14% 納指跌0.57% 我們先來看看這些集中公佈業績公司的情況 是否都好於預期呢? 你準備好迎接財報的狂關亂詐沒有? 麥當勞第一季度同店銷售增加12.6% 經營利潤增加9.5% 調整後每股收益為2.63美元好於預期 麥當勞股價盤前上漲了0.7% 白市公司第一季度淨營收為178.5億美元 同比增加10% 也高於預期的172.4億美元 核心每股收益1.5美元好於預期 該公司表示 預計其今年全年營收增長 將會從6%增至8% 白市股價盤前上漲1.35% 電器公司惠宜公布第一季業績 該公司第一季度淨銷售額 從去年同期的49.2億美元降至46.5億美元 同比下降5.5% 但好於市場預期的45億美元 主要得益於其最大市場 北美市場對雪櫃和洗衣機的強勁需求 惠宜美股盤前上漲3.59% 通用汽車第一季度汽車銷量86.4萬 第一季調整後每股收益為2.21美元好於預期 通用汽車股價盤前漲超過3% 3M公司第一季度業績 淨銷售額為80.3億美元好於預期 調整後每股收益為1.97美元 儘管低於去年同期但仍然好於預期 3M公司同時宣布將會裁員6,000人 該股股價盤前上漲1.35% 美國衝遞公司UPS第一季度營收為229億美元 略低於預期的230億美元 每股收益2.2美元同預期一致 平均每個包括收費13.74美元 低於預期的13.75美元 該股股價盤前下跌超過5% 瑞銀集團今日美股盤前公布首季業績 這是該行自宣布收購競爭對手 瑞士信泰以來的首份財報 今年第一季瑞銀淨利潤為10.3億美元 同比下降52% 收入就下降6.8%至87.4億美元 首季收入和淨利潤都低於市場預期 主要因該行在一宗訴訟事件後 增加了6.65億美元的準備金 儘管盈利下降 但該行在公布收購瑞士信泰後 其全球財富管理業務反而吸引了更多新資金 瑞銀表示 第一季度其全球財富管理業務 吸引了280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 其中70億美元來自3月最後10日 也即是在宣布收購瑞信後 路透社報導 南韓總統韻石月星期一24日訪問華盛頓 在與Netflix執行長薩蘭多斯會面後 Netflix宣布 未來4年將會在南韓投資25億美元 來製作電影、劇集作品及相關節目等 薩蘭多斯表示 Netflix對南韓的文化影視產業充滿信心 譬如《魷魚遊戲》、《黑暗榮耀》和《體能之瘋》 《百人大挑戰》都在全球掀起了觀賞熱潮 其中《魷魚遊戲》上映著28天 播放時間就達到了16.5億小時 至今仍然是Netflix平台史上收視率最高的影集 南韓的文魚產業一直被中國人稱為韓流 近年來發展更為迅猛 根據南韓政府202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 音樂、電子遊戲以及電影劇集產業的出口 曾創下124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紀錄 據《路透社》報道 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 星期一24日已經獲得美國太空部隊的批准 允許它在美國增設第五個火箭發射場地 報道指 新增的第五個火箭發射場地 位於加州的一個軍事基地內 SpaceX在該基地共租用了兩個火箭發射場 未來將會被允許從凡登堡空軍基地的 航天發射綜合設施6號發射SpaceX的獵鷹火箭 對於要造藥的期限 目前SpaceX尚未公布 再來關注一個好消息 一個新興的影視平台叫做《乾淨世界》 它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呢? 美國國家衛生院資助的監控未來計劃 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1年美國大約一半的少年 即是8年級至10年級的學生 週末平均每日花5小時以上在電子置備上觀看影片 其中三成的人觀看時間更加長達7小時或以上 為了持續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影片平台通過其演算法 不斷向他們推送相關的內容 從而創造隱僻循環 不過最近一個新銳影片平台的出現 正在幫助觀眾解決這個上癮的問題 科技創業者、新科技平台《乾淨世界》的媒體關係總監 尼克·建利奇最近接受《大紀元》加州內幕節目採訪時 介紹《乾淨世界》說 互聯網上有個安全的地方絕對是G等級的 不管你瀏覽什麼內容 都不會意外地陷入一個負面的隱僻蟲動 建利奇講述了《乾淨世界》的基本內容規則 不允許暴力內容 禁止民眾利用平台從事犯罪活動 拒絕有害及色情方面的內容 從上個月開始 《乾淨世界》還開始為內容創作者提供盈利機會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報導 美國通用汽車與韓國三星SDI合作 打算最快星期二公布在美國投資興建合資的電池工廠 報導說新工廠的落腳點暫時保密 但總投資的金額將會超過通用 與韓國電動汽車電池製造商LG Energy Solution 此前合資興建在物資根州的工廠 綜合傳媒報導4月初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 在報告中指出 與中國相關的服飾AppTamu和Shane的應用程式 可能存在強迫他人勞動 利用貿易安全漏洞 數據洩露風險 違反採購條例 以及侵犯知識產權等現象 Tamu是拼多多旗下的跨境電商平台 它已成為美國下載次數最多的應用程式之一 此前已爆出 拼多多可以繞過用戶手機的安全設置 查看它們在其他應用程式上的操作 閱讀用戶消息 甚至更改手機設置 Tamu是否存在類似問題 目前仍然值得關注 此外 彭博寫此前的一份報告顯示 Shane笑往美國的服裝 含有新疆棉花 中共一直對新疆維吾爾族人 實施種族滅絕政策 美國禁止進口新疆棉花 來展現對新疆人權問題的持續關注 Shane的兩家中國工廠 也曾經被英國廣播公司的一部紀錄片 爆出剝削工人 讓他每天工作18小時 CNN報導引述 特拉華大學研究全球紡織和服務業的教授 Liu Shang指出Tamu和Shane可能存在數據私隱問題 因為它們現在已經大到有影響力和收集用戶數據 這樣會使這些公司成為潛在的敏感話題 中國電商為何能以如此低的價格 在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美國銷售商品 以及它們的透明度、產業鏈等問題 外界都知之甚少 美國國會正在關注中國服飾App程序 便宜背後的風險 過去一個月 美國銀行業危機引起的恐慌可能已經接近尾聲 儘管從上星期銀行公布的《財報》來看 地區性銀行似乎停止了最嚴重的資金外流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文章指出 中小型銀行的長期客戶 已經意識到將資金轉移到貨幣市場共同基金 可能可以賺到更多錢 這些銀行的存款可能會繼續緩慢而穩步地下降 這種趨勢的影響是 隨著存款外逃而失去廉價資金來源的中小型銀行 可能面臨籌集資金困難的壓力 而對於數以百計規模較少的銀行來說 這種情況的解決方案很可能就是減少發放貸款 高盛的經濟學家估計 在美國大多數的完成中小銀行為小企業提供了90%的貸款 這樣問題就來了 貸款投放減少對經濟的打擊會有多大呢? 對此《華爾街日報》的分析文章認為 答案可能要到幾個月後才會明朗 觀眾朋友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歡迎你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節目的所有資訊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acht 門匯 aç 門匯 勿工 分析 伍工